这个女人被一群男人吐了口水 因为鸡蛋清太多了怕流出来 于是把她倒挂在房梁上 可小美最终逃了出来 她刚走进一家便利店 一个警察就走了进来 小美不敢大意 举枪对准了她 可警察好言相逊 小美这才跟她上了车 还把自己如何被侵犯 怎么反差的事情说了出来 后然拿出相机给她看自己拍下来的证据 可当她查看照片的时候 发现警察也是凶手之一 她觉到不对劲 警察锁好车门 任凭小美怎么哭喊也无济于事 最终她被带回了农场 而卷毛早就等候多时 她先是把一头奶牛带到她身旁 还告诉她这是历史上最残酷的刑罚 说完一箱送奶牛领的盒饭 然后掏出奶牛的五脏六腑 只留下四个尾 再把小美放进去缝合牛的皮肤 只留下一个眼镜 不知过了多久 一双充满胃酸的手打开了大门 小美终于逃出身天 可她的全身已被牛的胃酸腐蚀殆性 警察听了她的遭遇一眼的不可思议 还以为她是全身受伤所致 可医生却告诉她 小美确实不是被火烧的 而是强烈的动物未尊导致 最后小美留下了终身无法修复的皮肤 简直痛不欲生 如果你是小美 碰到这种情况会怎么办呢